那副院长怎么看 这个其实分几个面向 第一个我觉得 我们面对网路霸凌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声援 就是说对于 不管你喜不喜欢光潜 或者你认不认识光潜 我认为都应该声援 那当然这种霸凌 事实上只要当过公众人物的人 我想现场应该 每一个人都算公众人物 多多少少都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鼓励 不管怎样都要处理 就是要告 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 网路不是一个 大家可以躲在背后 然后案件伤人 然后到处恐吓胡搞瞎搞 台湾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网路的方便性 带给大家很容易表达意见 但是不是让你 从此可以匿名嚣张 然后随意攻击别人 抹黑别人 甚至讲出那个 不堪入目的这些文字 所以我就觉得 第一个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声援光潜 然后共同来让网路的一个环境跟秩序会变得比较好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这是标准 这是一个不管你支持谁 反对谁 不管你是蓝是绿是白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 我都应该标准都应该是要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 大家都应该要声援光潜 第二个我觉得就韩国瑜市长而言 他应该要在快速的时间内表达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也就是说我也相信 以韩国瑜市长 就是说我不是替他讲话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以韩国瑜市长现在的声势跟这种 韩粉的疯狂 我相信他可能真的很难一一去规范 或者去管理这些韩粉 但是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就是你态度清楚了 所有的社会大众 或者你的支持者 才会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所以韩国瑜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他对于这样的方式 他的支持者这样的方式去攻击光潜 这件事情他应该 这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 我认为韩市长应该 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表达他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整个事情 就是应该这个样子来办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那到底他要不要选这件事情 因为起因是在于 他要不要选这个事情 我看了这个访问 就是我当然没有从头到尾 我说截取的重要的部分来看 他其实不断在讲 现阶段他会继续做 他继续做的意思是说 我明天要继续做 他没有说要做多久 继续做 然后他不会去领表 所以以我来解读 我来看 我不认为 我也是一个政治人 我不认为韩国瑜把话讲死了 就是他一定不会选 所以我觉得他在表达是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他所面临的困局很简单 他现在的困局就是起义无名 他需要黄袍加深 这个就是他现在面临的困难 但是我不是用这样来骂韩国瑜 或者反对韩国瑜选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 这个国民党的内部的家务室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国民党内部家务室里面 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因为他们的困难是因为 坊间的民调所呈显出来是 如果柯文哲跳下来的话 国民党无论派哪一个 韩国瑜之外的哪一个人 看起来都会输 所以呢他们又保留了一个 那想要夺回这个总统的宝座 那所以呢这韩国瑜怎么可以 这个是他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那谁要来打这张王牌 要怎么打 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 所以我相信 韩市长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党员 他应该也内心面对到 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压力 就是他自己会面临到困难 那这个困难是因为他不能表态选举 那可是他不能表态选举呢 国民党万一输了又怎么办 因为他有可能会赢 所以这里面对他来讲 他的确是一个很挣扎的这个过程 那问题是 我讲过嘛 这个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我不知道他们要去解决 我也没有义务跟权力 去帮他们提供 什么样好的建言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韩国瑜本人 在他的这个问题的思考上 我觉得他应该要清除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 没法好的事情 葬礼包 那到底这个状况会是什么 因为其实选举 我觉得台湾的政治速度的 会很快 现阶段韩国瑜是最好的人 可是如果这种事件 这种状况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我都不相信说 这个事情能够撑多久 就韩国瑜会很快泡沫化 对我觉得那个都会很快 就是那个潮水一上来的时候 跟退却的时候 那个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国民党这是 这个是涉及到 国民党在下棋的那一个人 到底是谁要来下棋 比如说是不是 吴敦毅主席 如果他不选 他可能就容易 当那个下棋的人 那这个下棋的人里面 你怎么去思考 这些所有复杂关系里面 怎么去统合出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的思维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只要想好民进党要怎么样 国民党就可以怎么样 国民党想好国民党要怎么样 他就自己该怎么做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多了一个那个柯市长 所以柯市长一进来之后 那个撒卡住的状况 就会那个产生的变化 就不再是那么单纯 所以我觉得一切的根源 我认为这现在看到 大家在保安看到 每天这些纷乱的根源 其实都是源自于 对总统大选的布局跟思考 那你怎么观察 民党对战韩国瑜 或者柯文哲 什么样的局面相对有利 什么样的局面相对不利 其实我觉得 如果民党执政不好的话 谁推谁我们都不利 都不利 这是我长期的主张 就是说我的看法很简单 这样也务实 我的看法很简单 这个没有什么 因为民党相对是最单纯 因为我民党是执政党 所以执政党 他所要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让人民觉得不错 有感 但是不可能大家都好 因为这是事实 任何你换谁来执政 他还是一样会有一些不好 因为你做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有人会赞成 有会反对 那你怎么去把这个事情 能够处理的好 这个就是政治的能量 跟政治能力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但是所以民进党 他很单纯 他很单纯就是说 剩下的这段时间当中 譬如说未来 愿意选战 还有十个月的左右 那这十个月的时间 你怎么样很快速让人民觉得 对了 那十一二十四十年 真的做得很败 但是现在来后 对创影文 收金充 大家真的 那个执政团队 有不一样 做法有不一样 有改变 然后呢 慢慢的这十个月当中 他能够去积累 能够去积累 能够把那个印象去改变 让人家觉得 你有做了 真的有改变 有不一样 这个就是民党 他的工作就这一项 那至于 柯文讲得出来 国民党最后会派谁 其实这个 我认为 会不会影响选举 会 可我不觉得 他那个变化 有可以大到 我讲 我就不敢认识 不管对方派谁 对方就算拿酒头 我也要算酒头 那个情绪 大家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 对方如果提名人 会比石头好 但当然是这样 可是重点还是在于说 对民党而言 其实他相对单纯 就是怎么利用这剩下十个 让人民觉得 民党对 这三年有做了很多地方 做了不对 他已经在调整 他已经在改变 我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试看看 这个是关键 就民党事实上也遭受到韩国瑜的挑战 其实这个在马中农时代就提过了 那后来因为实在是不可行 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大家喊了很多 比如说台湾有很多 加工出口区 自经区 自由贸易港区 这个名称很多 自经区的概念 在当时的版本的概念 他有如这个租借 什么叫有如租借 就是说 他可以跟中华民国 我们大家现行 所有的企业人民遵守的法令 不大一样 因为他有在自经区里面 有特别的这个条例 或者特别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外劳规定 假设你就是 你这家工厂 资本人一样 员工数一样 你可以用两个 在自经区里面可以用20个 举例 那我问大家 那我如果这样的话 那以成本的cost down而言 那谁要在外面 那大家都会 会这么讲 会开始圈地 因为 你原来的港口 空港加海港 只有那些 大家会讲说 那不公平 我兄弟也买 所以大家就一直圈 我家里面变自经区 因为自经区可以有相对 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所以那这个结果 最后台湾就天下台湾 因为他比较好 比较坏 所以在两个成本不一样 我将来他们要出口的时候 竞争力 一做出来 一个螺丝钉 比我少两毛钱 那我要去卖给谁 这个造成市场上 非常不公平的竞争 那特别这个对中小企业的 杀伤力很大 因为能到自经区里面 一定是较大规模的 那你那些小工厂 家里面两三个人在那中小企业 他怎么去那些地方 所以这第一个不公平 第二个 为什么大家谈这些农产品的加工 因为很简单 made in 台湾在国际的市场上 它是有品牌价值的 换言之made in China 可能同样的一个东西 欧来说这些欧来 米粉都台湾的 made in 台湾 一块可以买十块 那made in 台湾可能一块存五块 因为那五块钱是什么 它是台湾做的 这比较信用 比较好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如果要 made in 台湾出去 那换言之那些原料必须 比如说你欧来说欧来 要用台湾在南岛种的 还是在冰冬种的 你就是会要去挑 可是如果有自经区的概念 的意思是说 它在港口旁边 它可以进口大陆的凤梨 来到这个加工之后 它出去的时候是made in 台湾 对 成本又不一样 那你第一个 大家就要去买那边的王来 想要买我们台湾的王来 再来台湾的王来就算好 我要强调我的高品质 可是一样啊 对国外 比如说新加坡的消费者来讲 两块都要made in 台湾 对不对 它并不知道里面其实凤梨是不一样 因为都可以打 都合法可以打 就是造成台湾内部 包括农业这些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只举这两个例子 因为惠生刚刚其实也提了很多 我只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自经区 比如说这个加工出口区 自经区 自由贸易港区 对我来讲 我不是说这个通通不能讨论 那我们支持 比如说你问我来支持 我赞成啊 那加工出口区有些做得不错 为什么 它的行政效率可以提升 比如说它单一窗口 你知道我这个区域 法令都一样 条件内外都一样 只是你来我这的时候 我有更多的博物人员 来给你博物 而且你只要挂件进来 哇你不用 你从税啦 土地的这个建造 使造 我都一个单一窗口 我帮你审查 效率就可以省很多 这个我倒是支持 这个我是不会反对 第二个 你的所谓的划定的区域 你有一些群聚效果 譬如说 这个蔡政府在彰化要推 那个叫做水 叫水五金 那个就是一个园区 那园区意思是说 我有群聚效应 我的上下游都在我附近 比较方便整合 对我要组成一支 我要做一支手机 这个机壳就隔壁那间 那里面的这个相关的 最重要的零组件都在附近 那很好啊 大家不用节省运输的成本 这个我都支持 可是你要把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两套製造 然后大家内部开始 骂来骂去 这以后会延伸非常多的 永远潮不完了 对像这种资金区 我是觉得万万是不可行